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肯定会及时出现在这里的 白凤九兄友成竹的拍了拍胸脯 十分草率 宁愿最后不放心的看了白凤九一眼 心里面有种不祥的预感 可是现在都已经把白凤九带出来了 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总不能现在就把他带回去吧 显得他多出而反而 想到这里他就事然多了 像被他嘱咐了那么久 白凤九定然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应该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才对 那我就先走了啊 你随便逛逛吧 我把银子都已经给你了 你随便花 他们两个进了城之后 就分道扬镳了 宁愿匆忙忙的赶紧采购东西 白凤九则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四下张望看个不停 兴起有趣的东西固然是很多 白凤九也是买了很多的东西 好在之前宁愿给了他一些银子 白凤九才不至于看到 好玩的东西就直接拿走 而是按照着宁愿的交代 用银子换了之后才拿着走 不知不觉之中 一个时辰过去了 白凤九也算是满载而归了 不知不觉之前就买了好多东西 两只手都快拿不下了 这个时候他才猛然之间想起了宁愿 要是现在宁愿在的话 肯定就会帮他拿东西了 但是转念一想 宁愿估计也买了许多的东西 这么多东西加起来 可能也拿不住吧 白凤九罕见的脑子突然好使了些 他皱着眉头看着手里面的东西 直接不能全都带回去 宁愿若是都能拿得下的话 还能骗东华说是宁愿给他买的 要是拿不下东华肯定是要起一心的 所以白凤九面色沉重的看着手里的一堆东西 感觉丢掉哪个他都会心疼 深思熟虑了好一会儿 他才自信满满的抬起了头 打算先哪个都不丢 等到和宁愿碰头了之后再说 就这么决定了 先去找宁愿 这个时辰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玩够 但是也不能给宁愿添麻烦啊 白凤九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周围 这里面的烟火气很足 比青秋看起来更加繁华热闹一些 也更加借地气 白凤九还真有些不舍得走 可是再不想走也必须要走了 白凤九虽然舍不得 但是为了能够有下一次再出来的机会 白凤九还是决定忍痛离开 可是他刚想挪动铺子 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灵焰当时说的是在哪里集合来着 白凤九挠了挠头 突然之间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又或者说是 他根本就没有把宁愿的话听全 只记得宁愿说完一个时辰就集合了 可是在哪里集合来着 白凤九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幕 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他是真的没有认真听宁愿的话 所以现在大脑一片浆糊 恍惚之间 甚至都开始怀疑 宁愿说了到底 是不是一个时辰了 白凤九皱着眉头站在原地 突然之间就意识到 周围的一切都是十分的陌生 他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本来就是个路痴 如今在这繁荣复杂的城里 他突然之间就迷失了方向 完了 这是哪儿 白凤九突然之间就害怕了起来 之前在山上的时候 他对于方向感就不是很敏感 也是熟悉了很久才能来去自如的在山上乱窜 如今第一次来到这陌生的城里面 他不出意外的就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该去哪里 也不知道这里是哪儿 白凤九只能迷惑的窜来窜去 寻找着出去之法 这一来二去的 就耽误了时间 等宁愿站在城门口 等了白凤九半个时辰之后 他终于想明白 光等着是没用的 只能主动去找人了 但是宁愿又怕他离开城门口之后 白凤九会找过来 到时候找不到他 就糟糕了 可现在白凤九迟迟不过来 宁愿也是心急如焚 要是再晚一点被发现了 他们两个可就都吃不了兜着走了 本来一个时辰就已经是铤而走险了 如今又多了半个多时辰 东华定然是会起疑心 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发觉 正在宁愿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喜子一翩翩而至 宁愿愣愣愣 看着面前这个熟悉的面庞 然后冷汗布满了整个后背 很少见的 东华的面上布上了一丝韵色 久而呢 看到宁愿在身边并没有白凤九 东华眉头皱得更深了 本来他并没有多想 可当他做好饭之后 这两个人却迟迟都不回来 实在是让他担心非常 以往的时候 就算是他们出去玩儿了 这个时辰也该回来了 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回来 还没有给他传任何消息 他情不自禁地开始担忧了起来 东华在山上用法术找了一圈之后 连他们的鬼影子都看不见 顿时就慌乱了 想到他们这几天这么乖 突然之间就觉得很可疑 所以他当下也没有多想 直接就出来了 不然 在凡间他嗅到了一丝白凤九的气息 虽然不知道他具体是在什么方位 但他肯定是来到了凡间 在看到只有宁愿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 东华的心咯噔一声 仿佛突然之间跌出了谷底 他真的是太害怕失去白凤九了 如今就算是知道白凤九有一些小法术可以傍身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担心 白凤九虽然有的时候挺机灵的 但他大部分时候都傻乎乎的 人又那么单纯善良 很容易被人骗 如今他不置身在何方 东华只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人遏制住了喉咙 呼吸不得 虽知道宁愿定然也是一片好意 但做错了事就是做错了事 东华也没有办法完全克制住自己 不把怒意发泄到宁愿的身上 宁愿也知道 他今天的确是莽撞了 所以此刻也是愧疚的低下了头 我 不知道 我们两个约好在这里会合 可是他却迟迟都没有过来 我心里也是担心的很 又害怕离开这里之后 他找不到我 罢了 你先在这待着 我去找他 东华沉生说道 只见宁愿快速的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等到东华找到白凤九的时候 白凤九还迷茫的游荡在整个街道里 他只是能勉强的分得清东南西北罢了 其他的一概不知 以至于他走重复了好几处地方 都不知道 看着时间就这么缓缓的流逝 白凤九你是心如雷谷 十分害怕 如今他们这么久没有回去 东华肯定是发现了 按照东华的那个脾气定然是一副要发火 白凤九缓缓地探出一口气 他还是挺害怕东华发火的 一时间迷路的心慌 还有对东华的害怕 一时间全都涌上了心头 白凤九越发的不安了起来 这里的一切一切都是十分陌生的 白凤九找不到路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明明又不知道在哪里 他心里怎么可能会无波无浪 走着走着他就发现四周好像都冷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 这算粗糙冷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被一阵温暖所包围 居然敢偷跑出来 可让我好找 虽然是说着凶狠而又责备的话 东华动作却十分温柔温暖 他高高大大的身子包裹住白凤九 白凤九只感受到了 源源不断的暖意 忍不住又朝着他靠近了些 东华 白凤九喃喃自语地叫着东华的名字 感受着东华身上熟悉的香气 他不安躁动的心 不知为何就突然之间沉寂了下来 被一层一层的温暖所包围 忍不住想好好的睡上一觉 也暂时忘记了对东华的害怕 感受着他这无意识的清静 东华心也稍稍地软了一下 但还是没有忘记白凤九今天做的这个大胆行径 白凤九真是太大胆了 他只要稍微有些看不住 他就敢上房接瓦 让东华没有想到的事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放弃来凡间 在那次宁燕拒绝了他之后 他居然还能说得动宁燕带他出来 也是很有一套的 对可怜宁燕的忠心 东华心里跟一样 只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也被白凤九给耍得团团转 看来就算是没有记忆 白凤九也还是白凤九 一点都没有变 先回去 看白凤九这个样子 东华一时间也不忍心责备 毕竟白凤九看起来真的是累极了 宁燕现在还在城门口傻傻的等着他们 一切都等到上山之后再说吧 反正 等到上山之后再算账也不迟 今天白凤九虽然也有些服软 但东华也是不可能 将这件事情一笔呆过的 虽然白凤九只是无意识的一个亲近动作 但是在东华看起来就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 多少抚平了一下他愤怒的心 嗯 白凤九滴滴的用了一声 小乃英好像是从鼻子里面发出来的一样 闷闷的声音并不大 但东华却听得十分清楚 就好像是有一只小猫咪 在挠着他的心一样 痒痒的 他摇了摇头 制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就抱着白凤九朝着城门口走去 到了城门口的时候 宁燕还老老实实的在那里等着 看着东华将白凤九好端端的抱在了怀里 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要不是东华及时赶到 他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也不是说他没有担当 只是因为那个人白凤九 是东华帝君最爱护的人 所以宁燕害怕白凤九受到一点委屈 走吧 看宁燕还在那里发愣 东华好生好气的叫了他一下 宁燕立刻反应了过来 赶紧跟上了东华 虽然说这一路上东华十分呵护白凤九 也没有跟宁燕说什么责备的话 但这并不代表东华已经不生气了 也不代表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若白凤九只是简简单单的玩到疯耍 东华倒是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 只要白凤九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那他就没有原则 无论白凤九怎么疯闹都没有关系 但只要涉及到了白凤九的安全问题 东华就不能不重视起来 好了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先睡个好觉 等明天我再找你们两个算账 回到了山上之后 白凤九已经在东华的怀抱里面 昏昏沉沉睡着了 毕竟白天他一个人逛了那么久 又有一些心力交瘁 如今累了 睡过去也是正常的事 东华说不心疼是假的 但这一切都是白凤九自己做出来的也是真的 但他这么大的一个人了 也不好就这么跟白凤九一般计较 所以要计较的话 也是要等到明天了 东华贴心的将白凤九抱到了床上 细心的给他盖好了被子 才转过头对宁燕一脸无害的说道 看起来他像是一点都没有生气一样 云淡风轻的说着 让宁燕一夜都没有睡好的话 果然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他们两个第二天天还没亮 就被东华从他们各自的床上给揪了起来 东华本来是不想这么早的 但是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越想越气 实在是没有睡好 也咽不下心里的这口恶气 所以才这么早就把他们都给揪了起来 白凤九睡眼惺忪的被揪了起来 还不明白是什么状况呢 就被东华给扔到了院子里 白凤九茫然的看着旁边的宁燕 还没有缓过神而来 因为是在东华的怀抱里 缓缓睡过去的 而白凤九的心一向都是大的要命 就算是昨天醒着的时候 受了些惊吓 晚上也还是香香甜甜的睡了个好觉 怎么了这是 我还没睡醒呢 白凤九揉着眼睛还不明白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轻轻的皱着眉头 小乃音也因为刚刚睡醒的缘故 平添了一丝慵懒 龙花忍不住的喉咙滚动了一下 故意冷着一张脸 怎么了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你昨天和宁燕做了什么 不会今天就忘了吧 昨天天色已晚 我没有惩罚你们 但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 我不生气 也不代表你们可以逃脱这次惩罚 青秋冬荒凤中黄 眉间睡卫与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翻外篇第二百亿时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仪式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画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